2020年 2020年6月23日 九十四十三分 北斗三号GEO-3卫星 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发射升空 北斗三号系统全球星座部署完成 北斗迈进服务全球 造福人类的新时代 我国自主建设 独立运行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是攀登科技高峰 迈向航天强国的重要里程碑 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取得又一伟大胜利 斗转星移 时光如梭 1994年 北斗系统启动建设 走过了26年的不平凡历程 全国人民携手相助 倾力支持 一代代航天人 偶心沥血 接续奋斗 党的十八大以来 北斗建设步入快车道 四百多家单位 三十余万科技人员 加压奋进攻坚克难 两年半时间 高密度发射十八件三十星 与四十七个地面站 天地联网运行 北斗三号系统提前半年 完美收官 北斗三步走发展战略 实现决战决胜 创新超越 一流北斗 从北斗一号 北斗二号 北斗三号 分布实施的战略决策 到中国特色卫星导航系统的 体制设计 再到星间链路 高精度原子中等 一百六十余项 关键核心技术功课 和五百余种气部件 国产化研制的突破 无不透射着创新的志气和追求 北斗 让我们对关键核心技术 是要不来 买不来 讨不来的 感受更加深切 如今 北斗三号核心气部件 国产化率达到百分之百 卫星寿命大于十年 定位精度优于十米 寿石精度优于二十纳秒 各项性能指标 世界一流 提供全球定位导航寿石 星机地基增强 短报文通信 精密单点定位 国际搜索救援等多样化服务 已是功能强大的 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国之重器 立国惠民 近年来 北斗系统已全面服务交通运输 公共安全 救灾减灾 农林牧鱼 城市治理等各行各业 以融入电力 金融 通信等国家核心基础设施建设 构建起集芯片 模块 板卡 终端 和运营服务为一体的 完整北斗产业链 十年来 我国卫星导航产业产值年均增长 百分之二十以上 二零二零年将超过四千亿元 目前 北斗正在加速进入新基建 与新一代通信 区块链 物联网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 深度融合 北斗应用新模式 新业态 新经济 不断涌现 中国的北斗 世界的北斗 如今 北斗已是联合国认可的 四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 与美国 欧盟卫星导航系统的 兼容与互操作 持续深化 已向一带一路国家 一级以上用户提供服务 相关产品出口 一百二十余个国家和地区 基于北斗的国土测绘 精准农业 数字施工 智慧港口等 已在东盟 南亚 东欧 西亚 非洲 成功应用 北斗正在为创造人类 更加美好的未来 贡献中国方案 中国智慧 雄关漫道 针如铁 而今脉步 从头月 北斗系统发展的脚步 不会停歇 2035年前 将建成更加泛载 更加融合 更加智能的 国家综合定位 导航寿室体系 新时代的北斗 将在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上 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美好愿景中 做出新的 更大贡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